下面我就是来为大家分享长城学所做的一些案例 我是2018年也是在这个地方 在山东太安学了长城学 已经走过了六年多了吧 我在这几年来呢 做了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调整站 就是河南南洋西辖调整站 我们做了很多的案例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我们是远程调理 我们远程调理 然后这次我就是专业呢 就是分享就是比较几个 三个比较有典型的案例 第一个先说我自己吧 先说我自己说起 我在没有学长城学之前 我的身体状况是要可以说是很糟糕的 不是很好的 因为五十多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都患上高血压 高压呢达到有吃药的时候 吃西药 我用西药吃了三年 三年当中我的高压是低压100 高压是150 一直吃着西药它还是没有下不来 这时候我都在想着 因为我看到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呀 那种得了病很痛苦啊 就是偏瘣啊 我觉得我不能有这种活法 我以后也不用麻烦 有缘呢 现在其实很感恩我的推荐人 有缘呢 接受了长城学 长城学学了以后 开学以后 他就有感觉 那时候我就真的认真的听 这个魏老师讲课 然后按照那个高 这个高血压那种调整的方法 我坚持了一年多 我开始是2019年的元月一号 那天元旦 我就想我从现在开始 因为2018年学的嘛 我说从现在开始 我不吃药了 一的药都不吃 我就用长城学来调理 我相信他 真的是相信的力量 后来呢 我就开始 那天我就自己静坐 我静坐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我浑身的冒汗 然后我在那个凳子上坐不住 我就往下蹲 他就是自然的身子往下屈 蹲下的时候浑身出汗 然后头疼 就像头就像炸的一样的 然后我就想着 我有一双神奇的手 我有长生学 没事 我一手C7 我一手心脏 我就往下蹲着坐着 大概 我一个人在家吧 大概坐了一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时的时候 那种就是可以说 好转反应 就是特别疼 头疼恶心 浑身没劲 往下躺到地下那种感觉 好像我觉得 那种 他慢慢慢慢的 经过快两个小时的时候 他慢慢慢慢的就恢复了 消失了 这时候 我就舒服多了 慢慢我就深呼吸 我就坐在那 到第二天开始 在座的时候 真的没这种情况 太神奇了 长城学 哎呀 后来我就坚持吧 我就三个月一个疗程 半年 九个月一年 我就手 就按照那个调整方法 就是C7 就是双颈部 然后心脏 双肾 每天调两次 早晚两次 坚持一年多 现在六年了 你看 18年 19年 19 2021 22 23 24 6年 5年半了吧 今天是7月10号吗 我一粒月都没吃过 高血压 不是上西医说的 得了高血压 以终生服药 我已经打破 她这种说法了 我现在很健康 好 感恩 那么我再分享一下 我救了一个猫咪 很神奇的 这个 现在是正常 80 120 80 120 一直到吃鱼子这些年 每天静坐 帮助别人调 我们就发现就行了 魏老师 把我们的血开了以后 我们这双神奇的手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呢 我们自己自立 还要立他 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呗 能量就反馈到你身上了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在座的 美味的长寿家人 一定相信 相信魏老师 相认长寿学 一定 你们只要静坐 帮助别人 身体是越来越好 还有一个很神奇 就是一个小猫咪 是那年的 哪里 2021年吧 那时候 有个猫咪在路上 碰着一个猫咪 然后捡回家 那个猫咪的后腿和尾巴 全部叫车子 给它压过去了 只是那个腿部和尾巴 那个地方 整个是平的 我就抱回家以后 我在我家里调整 我就用了九天的时间 九天的时间 那个猫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皮包骨头了 九天的时间 我把这种猫咪 全部调掉 自然能走 特神奇 哎呀 我真的是特相信 这个长寿学的力量 还有一个是 2020年的是 疫情期间 我的老母亲 我的母亲这次 我给她领过来 在这 可以去 行 85岁 85岁的老母亲 她相信我 跟她做过很多次 所以这一次 我说我要上 山东太安学习 你去吗 去去去 你去 你给我带去 然后我们的师兄 还团队几个人 跟她一块 这次我做义工嘛 大家都帮忙 招呼我的老母亲 很感恩你们啊 好的 我妈是 那年早晨起来 八九点的时候 我兄弟 我弟弟打电话说 二姐 妈妈今天不舒服 我说怎么了 她晕 我说啥意思 我心想 晕你给我打电话 应该往医院送啊 后来我想 是因为疫情期间嘛 她说我妈说 让你回家 我就知道 我妈相信她 我说好 你等着 因为你娘家很近嘛 我就很快 再去到娘家的路上 我就给我们 这个 这个调整站的 几个师姐们 周师姐啊 杨师姐们 就打电话 我说赶紧 咱们你们进群 咱们来远程调一下 然后我就到家里头 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母亲状况是很不好的 躺到床上啊 脸发慌 整个人就觉得 有种虚脱 我就想到虚脱的感觉 我想没事 常常学没事 先往医院送 往医院送很麻烦 因为是疫情期间嘛 很麻烦 很麻烦 然后我就一手 C7心脏 我就给她调 这时候 这些师姐们 我们也接通了 在群里 就是远调 然后这个话筒 那个听筒 放在她的心脏的柄位 我一手心脏嘛 我放到她的这种 C4 C4就是我们现在 就在前方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胸腺这个地方 我把听筒放到这 调了大概20分钟 我们看着表 我当时我扫了一眼 20分钟的时候 我妈 你看 哇 睡着了 打着呼噜 这时候那颜色 已经慢慢地 就黄变过来了 颜色很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调 调了大概 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我妈自己醒了 醒了以后说 没事 没事了 我说真的没事了吗 她真的没事了 后来 她下来喝点水 就真的好了 我就回家了 我先不放心 我到第二天 我到晚上我又给我妈 重新又调整了一次 第二天的时候 又给我调一次 那等于是我给我妈 调了三次 全部好了 没有上医院 疫情期间上医院 真是麻烦 没上医院 真的是赶 赶长生学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还有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一个朋友 她的妹妹 从台湾回来 台湾回来的时候 因为她 我的朋友 她相信长生学 我给她做过 做得非常好 因为她的是这个 她的脚肚子很疼 当我把手 放到肚子上的时候 一手C7 一手换肚子的时候 我的手啊 整个的手 到我的肩膀这边 全是冰一样的凉 我一个调整 大概我们几个 我还有杨师姐 我们给她调个 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 这时候我的手 满满的暖了 我们调的当中 她自己 就是不由自主地 坐在凳子上 我们当时 地下有底台嘛 她不由自主地 躺到地下 当时我觉得 躺地下啥感觉 她说 不要招我 不要招我 我现在非常的舒服 哎呀 我说长生学太好了 她站起来说 你学的是啥呀 我说长生学 因为她做过嘛 后来她妹从台湾回来 有一天就坐车出门嘛 出门回来以后 肯定是车子 那个车 车窗没关眼 那个风 给她脸吹的 面瘫 面瘫咱们都知道 面瘫是很难治的呀 然后她 在这 在这之前 她扎过汗针 上医院扎汗针 打针 吃药 都不得好 那天她姐就求助我说 刘师姐 我妹子 这个面瘫能调不能 我说可以 真的是没调过呀 哪谁调过面瘫了 我说可以 肯定得行 那行 我以后 我就给我们团队的几个人 喊着到她家里 她请了邀请我们嘛 上家里给她调 调 手一上上的时候 她这个人很有感觉 她对她相信 她相信 然后呢 调到半个小时的时候 她也睡着了 啥都不知道了 等她 我们大概调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她醒了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 我呀 是高血压患者 我低压一百多 高压是一百五的时候 我多少年 得高压十来年 但是我这次 这次你们调完以后 我睡着了 我多少年都没有睡过 这么香的觉 太好了 我说行 你相信我明天再调 后来我们就连着给她调了 十三天 全部好了 我用她的照片 和她的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 就是面瘫之前 和面瘫之后的照片 要说是 很恐怖的 整个这个 这个左边 这个脸 一下拉到这个 这个下巴 拉到这个耳朵 折了 面容整个都变 非常的 不好看 但是我们十三天 我们给她调 调过来 调过来以后 她回到了台湾 我把她那个台湾 那个长生学的记刊 上面不是登记 有电话号码吗 我给她提供了 电话号码 我说你去报名 学长生学 你这么好的条件 魏老师在台湾呢 她说我 我一定要学 后来回去以后 她就报名学了 长生学的初级班 然后又学了高级班 现在已经是 高级班的学员了 好 感恩 最后 我就再给大家 祝愿大家 一定要相信长生学 就是海淡世界 远来说过一句话 就是长生学 是不是说出来的 是做出来的 第一个 我们是一定要加强 这个静坐练功 静坐练功 所以我们才能把 这个大爱 把我们的手伸出去 就是我们 有一种俗语叫 掏出干粮 救世磨 它就能叫 救人 救人一命啊 感恩大家 好的 好的 好 好 好